看到了特征组侦办贬家洗钱案 那么今天最新的进展就是 陈正慧贬家钱账房 在11月24号 也就是下礼拜一 积压期满了 会不会把它放出来呢 检方最快今天就会决定 现场情形连线记者刘世宜 带我们来了解事宜 好的主播 各位观众记得持续守候在特征组 特征组的检察官 包括了陈云南 朱炒亮以及吴文中检察官 刚刚稍早大概两分钟之前 是离开了特征组 并且坐着特征组的征房车 前往的最高检察署 就是要跟检察中长陈冲敏 来报告相关的业务报告 因为他们昨天才就训前第一夫人吴淑貞 并且最快有可能在今天下午 就有可能到台北看守所 来就训前总统陈水扁 不过今天整个特征组的侦办进度 则是落在这个借题的 这个收押被告陈正慧 陈正慧是在早上九点半的时候 由女法警的借户之下 抵达了特征组 并且接近目前为止 是已经征续了两个多小时 都还没有出来 不过外界比较关注的是 陈正慧会不会成为 扁案当中第一个被释放的收押被告 因为陈正慧呢 她的收押期满的时间 是在11月24号过几天就到了 因此呢 检方目前是不倾向 要有延压的状况 目前都还在开会研议 说是不是就是不延压了 如果不延压的话 换句话说 陈正慧有可能在今天 就有可能会被释放 或者是有可能交保后船 不过呢 特征组今天持续侦办 贬家洗钱案 也传唤了两名 有关于洗钱案的证人 来盗案说明 而目前这两名证人 也还在里头接受 征讯还没有离开 好的 以上在特征组的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还给彭丽主播